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 是多麼心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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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 自从国安大法之后 就陆陆续续会有不同的一些 尤其是这个比卡超 你明不明 V&US它最大的功劳 就是将这个刑期无限上条 就收阻辑的作用 看心情的而已 这些判案 这里了 畅立新例 又今天整出来了 已经权权到肉 就去打击这个电脑网络的罪行 最高呢 就是终身的 非常好的 因为是东方的文胆社 不是V&US V&US那些就大件事了 网络年代科技急速发展 所以拥有电脑相关器材数据程式等等 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而法律改革委员会 就发表了 依赖电脑网络的罪行条款 和司法管轄权事宜 后面降低司法管轄权事宜 咨询文件 就提出改革的建议 包括非法取揽程式 或者数据 就是如果你用VPN各样去搜索一些东西 浏览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而这些是国家不想你去看到的事情的时候呢 那些了 非法折取电脑的数据 就是如果电脑里面有些什么数据呢 数据我们分文字 声音版或者是影画的 那如果朱玉华发放出来的那些你折取呢 可能他想你知道那就没问题 但是他不想你知道那些你折取了的时候呢 又或者引用 因为折取的意思是引用的嘛 那又有事了 非法去干扰电脑的数据 这个应该就是之后你拿一幅图画出来 然后就是图画档啦 然后你去改一下那些样貌各样 就是二次创作 那就有关系啦 非法去干扰电脑系统 这个不关我们事啊 你问回他哦 当日呢 四点几级地弹啊 以及中电那条纜桥啊 都不发那些响案的哦 但是无情情的时候就发了 大家有没有给他那个SMS召唤了出来啊 那天 那还有提供或者管有啊 用作去做这些事情的器材或者数据 哦 就是如果你拥有那部电脑 喂 那如果人家借用你那部呢 那就是会辣到你啊 就未知你是主谋 而建议里面呢 最严重啊 就又玩中生了哦 厉害 而今次的改革2019年开展 就是他本playbook已经搞了三年啦 今时今日 这个比卡超就开始慢慢陆陆续续落实执行 啊就越收越紧 就是等于你呢 就可能是孙悟空的72变化 那但是呢 啊他就已经有这个唐真的金刚枯在这里等着大家啊 所以我经常都说了 香港是会新加坡化啊 不过新加坡化的意思啊 就并不是讲经济上新加坡化哦 他纯粹是政治上新加坡化 而政治上新加坡化呢 他没有那个质素哦 他又只有那个法规 就是新加坡怎么做事的啊 你进到他的省很干净的哦 是不会见到14亿的市场 14亿就是红七公啊 那为什么啊 因为那些红七公呢 就全部被人 低了出省啊嘛 啊就属于比较上低端 啊的那些人口啊 所以你会见到新加坡是市容整结 那但是啊 这些这样表面上的安定繁明啦 就是张恩石讲的安定繁明 这些表象呢 我们可以说这种是繁明的贫富元素 那但是你不要小看他 因为呢 他是参考一些国际条约哦 他参考了全球里面呢 最紧的那些条约的 好有趣 香港是一个大用奴 我们经常都说 而这个条约呢 是包括着非法传取 折取 干扰 系统干扰 设备滥用 都叫的哈 Deep Fate Freud 或者是著作权等等 啊全部都关事 可以说是给大家当日啊 以为的这个 网络22加1条 更加严谨 哼 所以啊 想着行医啊嘛 那个张恩石 觉得非常安定繁明 这样的嘛 将来更加安定 因为呢 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啦 就只有一种声音 那当然呢 记者都会询问啦 问问题 就问到市民如果加入了一些telegram群组啊 涉及到一些讨论啊 都会不会当作是管有这些器材啊 这个叫陈正龙 谁不重要 都是共产的喉舌 任何通讯软件都有机会 但是呢 就是就不构成叫做管有罪 但是构成其他咯 他就会用其他法律去处理嘛 那跟着基本上那些拎拎茶茶呢 可以说是 麦不透风啊 用这四个字 麦不透风 那你说如果一干雨啦 啊你麦不透风 那会怎样啊 反逃啊 所以说水自清 则无余 人之策 则无涂 即是你样样东西都要计清计错各样的话呢 那便随便割下啦 哼 当这个共产党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 你跟他讲道理 排论术啊 就等于我们说几个廉洁的 啊 612基金 升火等等啊 那这些廉洁奉公啦 结诗 就是都叫做有帮过人读书那些啦 由于啊 资金是留在香港的 最后你见到什么下场 他又只不过是看个时机 然后去冻结 那到最后 turnal 那个结果是一样的 是吧 哎 他们是廉洁奉公啊 那但是 对方不是啊 啊 所以你在一个这样的司法管车区里面呢 所有的金钱都是不安全 就只不过呢 等着他一个叫做 集体性收割 还是个体性收割啦 什么叫个体性收割啦 就是例如范冰冰啊 马尹马化腾那些 啊 他又逐个在那里逻辑罪名 然后之后 逐个逐个这样啦 那万一你在 国外的时候呢 啊 好似刘康那样就非常好啦 他户口呢 就只有几十元啦 你冻结啦 不过其实他应该呢 被人冻结条卡数就更好 是不是啊 有一条债务给你冻结 不过没有啊 刘康很小过而已嘛 那他这么小过的时候啊 应该就没申请到这个credit card的 刘康是谁 讲的2014-15年的时候出来的啦 他 他就说呢 户口里面还有几十元你就冻结啦 但是其实 啊 不行啊 你几十元如果你电汇的话呢 他那个charge 扣回 就是换不到啦 那又讲个故事啦 这个是 第一个故事就是 老迅先生 老迅先生当日呢 本来就行医的 后来呢 他又棄医从文 因为他就说 做医护呢 最多是救人 你要救国 就要从事文字的工作 的激励人心 是不是啊 哇 那些泥章率各各样我没什么兴趣说的了 他们自己理会啦 你说张恩石可不可以成为新一任的孙文 大家都行医 不一定不行的哦 因为孙中山当日啊 他在大清帝国的管治之下呢 那个律法都是非常严谨的哦 我这么说啦 时至今天 你刚才见到啦 有这些这样的 IT控罪各样 这么严密的监管之下 你就看下这些姜人怎样 是不是 状人怎样 亦所以啊 一个部落 部族 香港人 各样啊 你有个代表声音 就没至于被人代表了 功成不必在我 啊 我支持的就是这样东西 哼 所以今天东方的社论我都觉得几得意 什么 占子增相从依 哎呀 你需不需要将那些什么 张恩石呢 以国安大法事后啊 创科随来接棒 这样 你小心啊 大使 你做创科接棒 虽然网络感 那衣卫就必定存在啊 那但是 你做网讯版的时候啊 如果做得不好 被人追究的话 啊 那就大件事了 所以 很多时 就算是 就是那个辣沙仔 他醒目的 啊 增相从依 为什么啊 你只要好像这个 李莲英一样啊 哼 哪个 露草蜜啊 你只要好像他这样抹杂五星 啊 其他东西你不用理 啊 我讨厌政治 那你又只需要不断从依呢 啊 国家就会好的啦 是吧 啊 孙文都是从依而已嘛 从依 就碰少些政治 那怎么样啊 创科谁来接棒 啊 他恶意不接棒哦 你是不是应该将他抄家 灭族 凌辞处使啊 这样 啊 这个张恩石 但是他是这些fans啊 他支持这个国安大法 觉得安静了 迟下更静一点 所以都免得和这些人勞气 这些一向那个思想呢 已经是天空的蓝来的了嘛 有些人就救病他们的父母 哎 不要搞那么多这些东西啦 人家父母怎样是人家的事 你应该慶幸少一个人跟你欠位移民 对不对 所以 啊 大家就无需要那么赏心很多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有能力的 早日安排自己家 各样那些全部人一起移民 没有能力的 就慢慢积聚自己的力量 然后再去移民 甚至乎 行有余力的 多出来的能力 就帮手啊 现在是的 很多港人的互助组织 郑文杰他们 which is 你可以向他询问求助各样 那你说各自 去代表自己的声音又得不得啊 那样 又或者这么说啦 那就是 他们当一个党团 那之后 那么多个党团就会成一个 议会 再行商讨啊 我们应该怎样关注香港的事项 怎样去lobby制裁这个 共产魔军 制裁这个香港 就由公开透明的独立会计司运了 那好没 啊 否则的时候没有的 各个山头就自己叫咯 自己动之旗出来咯 快有快搞 啊 就慢有慢搞 是不是 或者不搞 不搞我相信香港的族群呢 就会慢慢地融入外地的生活咯 那但是香港咯 啊 就由这个东西二厂接管咯 就只不过一个地方啊 由不再年轻的 文米娟 啊 去进行青年的工作 又由这个 教到自己的子女都语化新鲜的蔡若年呢 就担任这个教育部长 又由这个 他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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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活泽五星的 做做下operation surgery的时候 可以走了去的这个毫无医德的 幻官 去担任你的食卫局的 啊 那你说可以变成怎样样 但是不要紧要啊 啊大家 你会越来越听到越来越多的说好香港的故事 which不是我啦 不是 我不是刻意全心就过不去 我都算是一份子的 啊 我是每天都说好香港移民的故事啊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都说好香港移民的故事啊 那你会不会是一份子的 我都说好香港移民的故事啊 感谢观看